在集集公所的辅导之下 集集正爱寮国小开办了独轮车的学习课程 虽然所有的学童都是第一次学 但大家的学习兴趣都很高 校方也希望借此除了让学生来体验独轮车的困难和好玩的地方 也让学生生活有了新的学习目标 小朋友第一次学骑独轮车 都需要抓着家长特别倒上的族驾来维持平衡 虽然摇摇晃晃 但每个学生都展现极大的学习兴趣 大家互相扶持互相指导 学习是特别有意义 比较两轮的比较不容易跌倒 一轮的比较会容易跌倒 比较实际很好玩 我觉得要上车最难 就学到怎么上车 怎么不要摔得很惨 我觉得学习兴趣很好玩 然后学到很多 那你会骑吗 会 可是没有很会 尤其这一次的活动 城门前校长 红聪明校长 他来鼎立的来帮我们做一些基础的训练 很感谢红校长的学术 还有我们家长 他做这个组织的支架 让学生一个很好的学习活动 也感谢我们家长 积极公所向花局深情的社区营造 以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中 动态部分特别开办的读轮车课程 将让医疗国小学童 伦多学校民俗体育 促进身体健康 爱疗国小的学生利用寒假期间 学习独轮车的活动 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学生的平衡感 他的动作肢体都能够活动筋骨 让学生有这个学习活动当中 会对他们学生的身体 他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独轮车非常重视团体合作精神 表演起来也就相当的精彩好看 那实践家长都很期待小朋友 学有所成后 难替积极医疗这个偏向地区 增加一项民俗特色 好可怕 好可怕